松晨浩国际有限公司8号上午 带了20箱的白米以及各式水果 送给花莲市清洁队员 除了要替清洁队员在防疫期间 加油打气之外 也特别采购了瑞穗小农生产的水果 为农民在防疫期间困尽尽一份心力 市长魏嘉贤以及清洁队长吴庆展 代表接受物资并回赠感谢壮 防疫期间清洁队员 除了要维持平时的垃圾清运业务 还要配合执行许多环境倾销工作 可以说是相当辛劳 为了感谢队员们的付出 松晨浩国际有限公司 在8号下午 则是由总经理魏婉婷 代表前往花莲市清洁队 捐赠了20箱的白米及各式水果 而花莲县议员魏佳燕也特别到场关怀慰问 今天我们松晨浩带了一些 凤梨香蕉木瓜还有白米 那一方面我们是帮花莲清洁队加油打气 就在这疫情期间这么辛苦 那一方面我们也是支持瑞穗小农 那就是在这疫情期间 让他们就是加油这样子 防疫期间从防疫的一开始 那清洁队员就马不停蹄的 为我们花莲市在做消毒 一直到现在 那我们现在不能到餐厅用餐 但是我们现在多半都是用外送 熊貓外送等等之类的 叫回到家里 那变成说可能回收量变大增 那也感谢清洁队的辛劳 在这个酷暑的期间 还是一直不停不停的在努力的工作 花莲市长魏嘉贤及清洁队长吴庆展 则代表接受物资并回证感谢壮 那虽然在近日的疫情 在花莲部分真的是零确诊 那也谢谢大家一起做防疫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 清洁队还是持续不断在市场 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来做相关的一个消毒工作 那还有一些市区的市容 也要持续的给它恢复正常 那我们真的要非常谢谢 我们清洁队吴队长跟我们所有队员 非常辛苦的在这样子大热天来这样努力 那努力的成果其实也有被一些 民间的企业关心跟看到 那今天也要特别谢谢松晨浩 国际有限公司魏婉婷总经理 那还有魏嘉安议员 特别自证一批白米 还有我们木瓜给我们所有队员 希望他们都能够维持自己身体的健康 那也能够持续为花莲市民继续打拼 松晨浩总经理魏婉婷也表示 在疫情期间各行各业都面临到了困境 希望能借由这次的捐赠 达到刨砖淫喻效果 让更多企业团体或个人 在行有余力的同时也能回馈社会 谢谢清洁队 为清洁队加油 记者徐立芹花莲市报导